对于苏花公路大清水民隧道路段再度摊方 立委傅昆奇也召开记者会 他表示从2008年就已经进行过相关的评估 直到现在中央政府依旧没有给花东居民一条安全的回家的路 大声呼吁中央政府应该要立即的启动苏花安的道路行件 苏花公路大清水路段11号晚间道路崩塌 也使得花林民生物资运输以及民众必须绕道而行 对此花林县立委傅昆奇在12号就召开了记者会表示 2008年国民党执政后也经过两年八个月的还评以及各项评估后 直到现在仍然未看见苏花安的动工 就是我们回家的路为什么是如此的遥远 在2008年520国民党执政以后 在2011年1月29号 也就是两年八个月以后 经过了所有的这个初规中规环平预算规划 可行其研究 全部做完两年八个月 在2011年1月29号 苏花改正式动工 而在2020年1月来通车 但是我们看到从2015年2016年我们新的民进党政府执政以后 到现在整整整整将近七年我们国家元首也一再强调要给花林台东人一个安全回家的路解决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再三跟交通部来查证催促一再的希望能够尽快让苏花改二期的苏花安能够尽快来动工 但是却看到六七年来完全没有任何动静 到现在为止除了可行其研究以外 综合规划都没有完成 更不要讲环平动工 我们不断的在这里呼吁到底花林台东所有的乡亲这不只是安全的问题 更是我们孩子回家人道的问题 花林县长许正伟也表示强烈呼吁中央政府能够给花林台东的民众一条回家安全的道路必须重视 今天凌晨的苏花路段造成了这个花林的乡亲非常非常的担忧 当然也影响到花林产业还有农产的运出 所以花林的乡亲极需要一条真的是完整的高速公路 完整安全的回家的路 请中央一定要务必要重视 这条路不只是花林人用 这条是全国所有人都在用 更是所有国际来到台湾旅游的国际旅游仍是在用 我想国家大家要一起共同面对苏花安全的苏花公路 长期以来花东地区的居民 圣湖物资都必须仰赖苏花公路的运输 在农历春节前夕大雨所造成苏花公路道路摊坊落实 再次唤起了花东人强烈的要求 一条安全回家的过年道路 而接下来也恐怕会影响到春节的运输 记者凌晨花林市采访的到 中文字幕提供